主料,鲤鱼一条,黄豆芽300克,鸡蛋一个,补量,干豆腐皮两张,菜两块,葱,姜,花角,干辣椒,香菜,料酒,干淀粉,盐,酱油,皮线豆板酱,鸡精,骨脚粉,白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鱼骨切断,鱼头铺开放入A盆中, 加一个蛋清,切取料酒,干淀粉,盐拌匀,鱼肉切醋片,放入碧盆中,加一个蛋清,切取料酒,干淀粉,盐拌匀,香菜切断,备用,干豆腐皮切片备用,姜蒜切片备用,烧饭锅水,水开后,入干豆腐皮烧烫熬起,平铺在大容器中,我用的是丢火锅内打,也就是一个不锈钢盆, 再将黄豆芽放进去,煮3-5分钟至豆芽断生,老生铺在烫好的豆腐皮上,豆芽太多,没全放进去,在豆芽上撒少许盐,炒过到了油,开火,带油温热时,调小火,并将帮豆板酱煸炒至出香味,将葱酱蒜几三分之一左右的花椒,干辣椒放入继续小火煸炒 约两分钟,将鱼头及鱼骨瓶敷在锅里,中小火煸煸,煸好一面搬过来再煸另一面,两面都煸好了 烹入料酒,将油,胡椒粉及少许白糖快速翻炒几下,之后加热水水量多少,以最后弄盖入维鱼片为夷 此时加盐,先尝一下在逐量加盐,鸡精,再水开后,将鱼片一片一片剪下锅 中途可以用筷子稍稍滑几下,此不需要有耐心才是 这一小盆鱼片,可是费了不少时间嘛,后面的鱼片下锅,前面的鱼片也已经熟了 鱼片全部下锅后略煮一到两分钟,关火,将这一大锅鱼肉及鱼汤全部倒入刚才副号豆皮和豆芽的锅里 看看,满满一大锅呢,真后会没有洗菜的大盆来剩,太满了,炒锅刷洗干净 再次的油大火将油烧至冒烟,关火,晾两分钟左右 待油温烧凉一些的时候,将剩下的花椒及干红辣椒放进去烧炸 之后,将其剥入煮好的鱼片上,再撒上香菜碎,就OK了 烹饪技巧,时间一定不可过长,不然鱼片会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